太強了 他比日服還強 這可能是目前我發現的唯一一個 他沒有偷改的喔 而且還是把他改強的這個 持裝喔 大家好我是修帆林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們就來講一下 今天1月1號新出的這套新奇願 到底該不該買 我第一個我們來從他的外觀看一下 男生的部分我覺得還好 女生的部分我覺得超級可愛 那他主要是 我覺得最好看的是他外面這三個面具 會在那邊飛喔 這個就是他的這個貝斯 他的貝斯的話會有三個面具 然後會有火在那邊飛 我覺得超級帥 好那再來我們看他的樹脂的部分 首先呢 我們從我覺得最沒用的部位來看 我覺得他這個嘴絲是最普通的 最沒有用的 那這個嘴絲的部分 大家就我就直接帶過了 那如果他這個嘴絲呢 有比你們身上的還要好 那你們當然還是可以去做使用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嘴絲 沒啥用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頭絲的部分 這個頭絲呢 他物攻魔攻2.5% 精煉加死的話呢 共人是3% 然後又有加刺的智力喔 這個我覺得對法師來說 非常的強 因為法師最需要就是這個共人 所以呢如果你是法師的話 我建議這一次的這個頭絲啊 你一定要把他拿到 那再來呢我們看到這個衣服的部分 衣服 就是你們現在驚艷最肥的練功力點喔 那這件衣服呢 就非常適合拿來打競交 因為競交是暗屬性的惡魔 然後中體型嘛 再來呢是他這個全屬性 加2 好那再來呢他的技能是 釋放技能有5%機率增加自己的物理魔法攻擊2% 持續5秒 然後呢他是沒有冷卻時間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這5秒一到 你又剛好觸發這5%的話 基本上他那個狀態會一直跳出來 那這一招的部分呢 對於獵人來說 也是有效果的喔 目前我有測試過 獵人的遠距離普攻也是吃到 這個效果 我會非常推薦這次獵人 直接換上這次衣服 非常的強 這件衣服呢 會對目前的獵人來說 獵人會變得更強 我真的要甩獵人啦 只是我護魔一直起不到 乾咧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被飾的部分 體質加5 幸運加5 然後物魔攻2% 再來呢我們看到他最主要的是他 下面這個技能 他釋放技能的時候 會使自己的移動速度加4% 攻擊速度加4% 共忍4% 固定永暢時間4% 持續5秒 冷卻時間12秒 也就是說 效果結束之後再過7秒 就可以 再次觸發 而且重點是 他這一招 不是機率觸發 他是百分之100觸發 只要你一放技能 他就會馬上觸發 他不像這個衣服是5%的機率觸發 他呢是這個 百分之百的觸發 所以呢目前這要實裝頭飾 的部分 我覺得法師 像法系職業的話 再加上呢 他現在的這個積分 150就可以 150就是保底可以換一件嘛 那現在他這個積分呢 是可以沒一起去做累積的 所以有的人已經存存存 存到快150了 直接就可以保底換一件 所以你們可以先抽 抽完之後 比如說你沒抽到衣服 像我今天39抽 我抽了兩斤 但是我非常想要這個衣服 因爲我之後想要轉帝了 所以呢我就 可以直接拿我存的保底 再來換衣服 我會建議大家先抽啦 看大家少什麼部位再去換這樣 再來呢 這時候應該眼尖的人會發現 這套實裝沒錯 跟別斧的版本 又不一樣 素質又不一樣 沒錯 官方應該就有暗改 他又改了我們的實裝的素質 而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以前就有發生過這種情形 所以呢 大家習慣 目前我們台服的實裝 可以去參考外服的 但是官方他是會隨時做修改 他如果覺得這件實裝太強的話 他就會去改 那我們來看一下 正常日服的 這件稻荷使者 他的素質是怎樣的 好哦 我找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日服的這個 這件稻荷使者 他的這個素質 他物魔攻3% 他沒改 但是呢 他對這個暗屬怪物 增減傷 以及這個惡魔增減傷 日服是6% 那我們台服呢 直接被砍半 直接是全部剩3% 那再來呢 是全屬性加2 這個也沒變 再來是技能發動的時候 有5%的機率 觸發 他很常會去降低他的素質 基本上我們台服的實裝是比日服還要爛很多的 因為官方很常都是直接把素質砍半 然後呢 台服的這個 怪物呢 還要比別的地方強好幾倍哦 這個呢 我覺得目前以台服的 這個玩家要玩起來哦 相對的 會玩的比較累一點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 投資的部分哦 防禦是一樣的 那力量5是力5 那台服呢 是力量4自立4各被砍了1 那他的物魔攻呢 是5% 我們的是2.5% 也是一樣直接砍你50% 然後呢 下面的這兩條 基本上他都不太會動 這個 共同冷卻一個2%一個1% 這個跟台服是一樣的 然後他主要是砍了這個 屬性跟這個物魔攻 力量5自立5 然後 台服是4-4 各砍1啦 砍1他也爽就對了 然後再來我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哦 就是他的這個被制哦 他的被制上面的數值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但是他下面這個數值不一樣哦 技能發動時 隊員物理防禦和魔法防禦加20 持續20秒 概率為5% 那我們台服的 是釋放技能 加移動速度 攻擊速度 共冷 固定冷 永暢 持續5秒 冷卻10秒 所以呢我覺得 台服的這個被制哦 是比這個日服的 技能還要好的哦 那上面的數值呢 他是都是沒有跟動的 所以呢這個被制你們必須要買 真的要買 太強了 他比日服還強 這可能是目前我發現的唯一一個 他沒有偷改的哦 而且還是把他改強的這個 持裝 建議呢法系職業的話呢 就可以買這個頭飾 所以呢這一次呢 這個衣服跟這個貝斯哦 我會推薦大家一定要買 那這個頭飾的部分如果你是法系職業的話呢 也必須要買 當然啦 他以他這個 目前這個祈願哦 都是越來 會出的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但是你會發現哦 其實前面幾套都很普通哦 那這一期的就非常強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像這一期的就是我們買 那如果下一期的又很普通 我們就是再把券存起來 等他 比如說每過三期 或每過五期 他的強度又有一定的提升的時候 我們再去買下一套 這樣來說是CP值最高的買法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這部影片 希望對各位會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